好,今天要来看的这个题目呢,相当的特别 这是一个逻辑的数学的题目 好,那一样呢,如果你想要先自己想想看的话 可以把影片按暂停 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世界性的一个数学机构 这个机构呢,他们彼此每一年都会聚会 然后呢,出好玩的数学题目 来考考参与这个会议的每一个人 好,那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有个数学很强的试调员到一个女性家里拜访 他问这个女主人呢,她的三个女儿的年纪 那女主人呢,就决定考考她数学 好,这个女主人呢,提示说 如果你把这三个孩子的年纪相成,会得到72 如果全部相加 结果会跟我们家的门牌号码一样 那试调员就说呢 你给我的资讯不够,我无法算出他们的年纪 于是这个女主人又再回答 我最大的女儿养的猫,喜欢洗澡 没想到这个试调员就回答 哦,现在我知道他们的年纪了 请问你,这三个女儿分别是几岁呢 好,相信呢,刚刚您看完题目之后 会觉得一头雾水 为什么?因为呢 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 老师,你没有告诉我 他们家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好,可是呢 当时的题目就是这样 那想想看 诶,这一个试调员他的数学很强 他听到了这三个女儿 他的年纪相成等于72 他所做的第一个动作必定是什么 必定是把72分解成三个整数的相成 好,更精准的讲是分成三个正整数的相成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三个分解出来 好,那么现在呢 来把它做一个分解 那可是呢 一边分解 一边试着去把这三个年龄把它加起来 好,所以72可以分解成什么 1 1 72 好,加起来是74 再来 1 2 36 好,加起来是39 好,再来 1 3 24 好,加起来是28 好,再来 1 4 18 好,这个加起来是23 再来 1 6 12 好,加起来是19 再来 1 8 9 好,这个加起来是18 好,接着 好,我继续 2 2 18 18 好,他加起来是22 接着 2 3 12 他加起来是17 好,接着 2 4 9 他加起来是15 接着 2 6 6 6 他加起来是14 再是3 3 8 他加起来也是14 接着 3 4 6 他加起来是13 好,当我把这三个相乘等于72 逐一做了这样的一个分解之后呢 好,同学你没有发现 如果啊 这一个 比如说 他们三个女儿的年纪加起来是23 那你没有发现 这个四调员马上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23 这个答案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 如果他们家门牌是23 那么四调员就知道 他的三个女儿的年纪是1岁 4岁 还有18岁 可是呢 当四调员知道 他们三个人的年纪加起来跟 他家的门牌号码一样 他却回答说 资讯不够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家的门牌号码是14 所以四调员才会跟他讲 你给我的资讯不够 好 于是呢 这女主人又加了一句 我最大的女儿养的猫喜欢洗澡 有最大的女儿代表什么 代表是这一个 所以呢 这三个女儿是三岁 三岁 八岁 那当然呢 也有学生会跑来这个说 老师那这两个六岁六岁是双胞胎 也会有最大的女儿 好 那如果这样子呢 我们就陷入了这个文字游戏当中了 所以没有关系 那当时呢 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刚刚呢 你有没有把它解出来呢 好 今天讲解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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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